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浙江队的一个首发的阵容 说这场比赛其实主要还是看一看成进的位置 如果要是顶得非常靠前的话 可能就是前锋 当然他如果拉边的话 那应该就是一个边前位 山东泰山今天的首发 官方给到的也是一个4-4-2 但具体的这个站位 我觉得可能也还会有一个变化 这场比赛正征合时刻来搭档双中位 好 随着主代班一声哨响 全场比赛正式开始 这里是欧米乎视频和异动高兴 为您带来的2024赛季中超联赛 第14轮山东泰山主场迎战浙江队的比赛 本场比赛山东泰山是身着着传统的橙色球衣 蓝色短裤客场作战的浙江队 一身绿色球衣 本场比赛解说评述 由黄建祥老师或刘腾为您带来 正正才遇到进攻当中 将球给到边路 好 这要传周 后点方向还有 刘冰冰直接抽射到球门 这笔球打得还不错 因为能压住就非常不容易了 嗯 吴俊涵这个球防得不错 有时候转弓 但是奥乌苏差一点把这个球完全断回来 这克雷桑回撤拿球再带 这是他喜欢啊 在中锋位置上背身他不喜欢 哎 看看外围来一脚 漂亮 朝鲜拉一脚世界包 球王是踢法 他就是我说 我回到半场要球给到我脚下 让我自己干 就是越带越自信 对 带当中 无中生有 回到本方半场 这浙江队已经推过半场了 这下吴俊涵的回手球 没让球出底线 对 对 然后还传到队友脚下 这下吴俊本来就断掉了 又踢回去对方了 对 差一点 你看这下 你看这个克雷桑在哪拿球呢 在中圈以后 中圈以后 这下切 一个打 哇 太脆了 脚内侧都会现在打圆脚 状态太好了 嗯 没有越过防守球员 哎 这个球他想 他是想多了吧 是 我觉得 弗兰克那都好一点吧 对 对 有兵兵想要来个人球分过 再转身 倒三脚打回来 可雷桑又拉出来接 你看这 这是怎么抹进去的呀 居然是 打打 啊 球进了 可雷桑 一球一出 挡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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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在右路 怎么过去的 对 那球戳起来之后 形成了一个小的那种弧线 但旋转的 对 然后抹过防守球员之后 那个球他还没有出界 还靠近了自己 这 太霸道了今天 这个球感觉 两个人的防守一下形成合围了 是的 似乎没有机会 看这下 怎么过的 这是算是传给三秒后自己吧 哎呀 把球一踢起来 硬钻过去 月薪跟张佳琪这 没能把门关紧 然后还冷静的一个 倒三脚回传 这个球传的真的是 卫柄啊 冷静太积极了 哎 外围一绕来一脚远射 赵博表现的出色啊 这个球扑得非常漂亮 从他的表情 其实 主要还是对于防守 队友整体防守的一个无奈 嗯 远一发战术 哎小球一做啊 有想法 赞文钱搜 哎呦 两点包抄没人碰到 哈哈 刘洋说这你们滑铲放出去啊 把人扔出去啊 是吧 就有了 这球传得好 哎这球给的很很刁啊 首先前边这个反跑了一下 哎 哎 一等 啊 那这个球 脚弓推向球门方向 这么推也是对的 因为你看就从后卫的脚前过去 郑冰冰 沐浩在身后 直接一脚弧线球送进去 看看这球 还是很有威胁的 呃这将对的中场到目前为止是 运转失效了 嗯 来杨纳多拿回来接 这个球并没有出界 而且克里桑我们看看自己带 右脚打门 选择打进脚啊 这个球 没没没没打好 哎感觉趟这一下趟的不舒服了 是啊有点离自己近了 这一瞬间也没有抬头观察了 有变化 哎呦这一下 看看还有乱战 王大雷再不投球 哎呦 哇 这将对这次文章比赛最有危险的一波进攻了 6月6号替泰国了 啊 这个投球 这就是砸在横梁上跟进 打门 起跳 最后在门线上是吴星函 哎是吧 是吴星函 对头球解位出去 他想自己打开 上钢 出跑之后打门 漂亮 超近了 郑哲 直接任一球 角度极其的刁钻 好像还打了门主内侧 没错 但赵博有没有碰到啊 泰战就打了个三比零 哇 这人强 动了 提前动了 对吧 好像有点被身前的这两个进攻球员转移了视线 注意力被吸引到了 泰战队玩了个拆墙战术 对 这个球打得太刁了 姚军胜也是在场上 另外你看这个弗兰克他加强了回跑要求 看看这次 莱昂大多 内切之后的大门 角度比较刁钻 今天很奇怪啊 浙江队不仅就是说整体的推进出了问题 这个球反原位没问题的 看一下 可雷桑那儿 没给好还有机会 卡尔利利利 直接一脚红线球 赵博把球给扑了下来 赵博表演了一下 准备的很充分 还有啊 直塞 横传 完成的不错 前击给拉到左边拿球 阿伍苏 斜线往里送 梁亚大多 横向一波之后的大门 是不是有碰到之后有一个小折线 改成 Eweily 送出来之后看一下 左脚直接传过顶球 给的不错啊 小润 还是Eweily最后 太复杂了 右脚打 哎呀 她还想再敲回来 再给克雷桑打个二 二番回头 是 你自己来就好了 直接打就完了 就耍开了 两人耍高兴了 互相喂 你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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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推来推去 最后掉地上了 掉地上了 他还想再位回去 这个后场的防守 还有中场向前推进 遇到真正强大的对手的时候 这个球路还真是个问题 两场多 这球居然打偏了 王大雷都已经正在原地了 他那个射门节奏正好是晃到王大雷 因为防守全都被摆脱了 卢哈斯这个球传得漂亮 是的 往外一波给过来 但是这脚射门的没有能够把握住 坦多走开了 好 看看这球打在横脑上 贾德松 自己也挺郁闷的 再看 这个球 是克雷桑发出来 就是菲南多突然一让 克雷桑右脚的外旋无限出来了 是 四分钟上天捕石即将补满 直接一下长转往里送 头球破坏出来 主台办事直接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 最终这场比赛凭借着上门场的三力进球 山东太山在主场是3比0完胜浙江队 取得了一波面对浙江队的主场联赛6连胜 哦